食環串串出來通知我 牌子還給政府 你要清好洞 交給政府 即是你不可以有選擇 他說你要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 就變成預了給中樞友人 給他清去 今年的8月10日 食物環境衛生署發通知 以交環土地興建200個居屋單位為理由 永久關閉俗稱彭仔的欽州街小販市場 並且要求當主在16年年底遷出 食環署向牌主提出搬遷建議 以及交環小販牌領取賠償的方案 但在彭仔20個當口裏 只有3個是持有小販牌的當主 其餘的都只是助手 根據法例 助手的職責只是協助營運 不可以自己擺檔 但有趣的是 很多報檔的牌主已經轉了行 或者年紀大不做 甚至已經過了生 真正營運報檔的人 就是這一班助手 東叔入行已經60年 用了大半身的時間 都申請不到小販牌 因為他和牌主沒有血緣關係 如果是有可能的 我都拿了 我也是牌主 死了 給了死亡家屬 寫了介紹的書 我去牌照報 說你不是他直屬 沒有了 說你不是他直屬 一句就沒有了 其實很重要 不發牌政府 受同一個政策影響 何應18歲就入行做助手 到現在 仍然未能獲發小販牌 當牌主不做或者過了生 何應就要轉跟另一個牌主 才可以繼續經營 因為政府要收回他的牌 補了錢給他 我便沒有了 百分之百是政府機制的問題 為何只牌主可以 他不論叫子女肯不肯做 你都可以全牌給他 我們真真正正正正在做生意的人 在做小販的人 為何政府不可以發牌呢 每一樣都可以 那天政策是死的 人生的可以定的 牌照除了授權當主經營,也是今次清拆彭仔的談判籌碼 佔百成都是武牌多,武牌那些就真的很慘 他就可能未必會跟他談 現在他知道武牌多於武牌,基本上我們是不能跟他玩 在政策的框架下,武牌武牌的待遇似乎差天共地 但在他們的角度,這條界線又存不存在? 做這行是盛行城市才可以做的 你單一加兩家就不是良性競爭 良性競爭就是我覺得人家有多選擇 才會進來這裡擺東西,有特色才會進來擺東西 有些家人都會說他們可能幾十年沒有交過牌費 而你們就有交牌費給政府 但你們會不會說不喜歡繼續經營呢? 他們就不會的 我覺得政府現在對鵬齋的未來就很強硬 政府是不把事實告訴別人 如果我今時今日不首先把事實告訴別人 由你政府先開聲 到時有帶政府說就沒有我說 其實當初我沒有想到反應這麼大的 我只知道就打算開個Face Report 希望讓所有人知道 做一個紀錄 幫這裏紀錄 還有用一個畫的形式去支援 街坊 想表達這裏的生態環境 又是那樣 又是先弄壞你 又不理街坊的生計 錢又不是賠 又不是多 想線後就先想破 我插句子 新加坡的導師帶著學生來一次兩次 或者多次 在這裏買物料 用來設計 用來做他們的時裝 一個政府你口聲聲說要搞創意工業 你下午通知 早上通知說要撿我的牌子 下午在電視機那裏看到 你說民生沒有少許 如果你說當時梁振英站在哪裏 我真的要蓋他兩巴 我叫他來看看 我這些是不是屬於民生 還是超級民生 我們這些不是說 你只是收回我的牌子問題 你是收了全香港那些學生的設計 那個創意 何應說自己曾經是政府的死硬支持派 但經過這次的經歷 都覺得很深淡 你說要社會進步 你每一樣要進步才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你們的思想進步 做事就不進步是沒有用的 那你最壞的打算是怎樣 最壞的打算是 要是他不要執了 一執了就全部 把我所有貨執了 他執了我 不是他老公換 到時 既然政府不讓我去賺錢 我的能力是去到這裏 我的興趣也是在這裏 我的行業也是在這裏 其實錢呢 對我來說 我覺得金馬我不會接受 因為我會繼續 伸傳 我想我可能死一年 或者兩年 我都要問政府拿中援 如果拿到這裏 就順理成章 都是退休的 幾十歲還有做得什麼 就被迫 其實你們來到這裏就是要向立法會議爭取 所以盡量說你們想說的話好嗎 各位同意我們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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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